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跟今天收盘的心情可能会不太一样 我想说很多投资朋友在今天早上看到的什么 昨天美股或者是什么制造业的指数疲弱 哇这个崩盘啊 类似又大跌了 很多人会担心害怕 很多人的心情是这样 不过呢 我昨天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股市气象台在股市操作的话 一定要透过技术分析掌握里面的结构 看得出里面的逻辑之后 你的方向就会出来了 你就不会看到了所谓的美股 欧美股市的重挫会慌 慌了一个方寸 慌了你的心 相对于昨天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也是透过技术分析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A波尚未满足啦 拉回还会再攻啦 我昨天透过了技术分析告诉你 A波会走五波啦 所以还会再攻啦 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你在早盘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动作 但是早盘如果你在这里杀低 那你尾盘你会看到我会怎么拉起来了 所以你要看得懂控盘者在想什么 否则你很容易会出现 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永远摆脱不了散户的命运 当然呢 看得透看得懂控盘者 他在做什么的话 我一定会发给我会员一个讯息 我不知道你早上做什么 但是呢 我早上发给我会员这个讯息 在9点19分的时候 我跟他说基本上受到这个美股的重挫 但是融资大减 充满安定 卖押并不重 而且目前仅是第二波拉回 还有第三波的上涨 所以反弹之路尚未结束 所以呢 还有高点 拉回是买点哦 他不是卖点哦 那今天呢 到尾盘呢 是不是买点的 好 昨天如果你是我会员 基本上我很多的事情 我会事先看得懂控盘者在做什么的时候 来 这是我昨天给我会员的传真稿 基本上9月1号 昨天收盘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会员讲的部分 因为啊 其实我跟现货的市场逆价大高达150点以上哦 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当市场对行情一昧的偏空 往往很容易出现什么 控盘者修理放空的散户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被修理 我不知道你现在今天以前放空的人 你是不是被修理 所以你要看得懂控盘者在做些什么 在想些什么 如果你看不懂 那你最好跟上我的脚步 不然你永远会被控盘者修理 好 那这个行情如我们预期的 基本上 今天往上拉了 没有底 对 早盘的心情跟尾盘的心情大不同 但是很多人在早盘的时候做出了非理性动作 这阵子这一个量都是控盘者在买的 我先跟大家暗示一下控盘者在想些什么 好 注意这个 注意这个 好 那相对的 这一波反弹 反弹之路的主角是谁 来 你看哦 月线 大盘还没站上 对不对 这叫月线 但是呢 电子类股指数 站上了哦 领先站上了 所以这一波接下来的行情 还是反弹的主轴在电子股 你要很清楚知道 好 这个是大盘的部分 我跟大家交代完毕的 而是说今天 很多人在看这个大盘 虽然是小涨17点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讨论一档股票 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产业 这是今天的华雅哥 插一档涨停板 这个大型股插一档涨停板 今天是大盘大涨的格局吗 没有耶 今天是一个小涨17点的过程当中 华雅哥能够插一档涨停板 为什么会这么强 当市场今天都在讲它的时候 当你看到了 它真的拉起来了 喷出去的时候 你应该在今天以前 就先买好华雅哥哦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会谈华雅哥 但是呢 你要在今天以前 买好华雅哥 而不是今天什么 去追华雅哥 那个是太落后了哦 那就要都后知后觉哦 基本上我晚上的节目 我在9月以前 在晚上的节目 我跟大家讲 这个叫DIX 低润产业的一个指标性指数 最近开始反弹了 代表需求回来价格直跌了 而且我昨天也告诉大家 而且我昨天也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紫光跟美光的合作 最大的受惠者是谁 最大的受惠者是这两家公司啊 在昨天我跟您讲说 基本上最大的受惠者还没喷出哦 所以要买应该在昨天以前买 没错吧 而且在昨天以前我都提醒 我在电视上提醒 8月21号 你敢买吗 你绝对不敢 8月21号股市大跌9.5%的时候 它在平板之上 你敢买吗 你绝对不敢 所以今天很多人会谈华雅哥 但是谁真正真正的 是领先市场告诉你了 谁在今天以前 谁今天才去买 你要注意他叫追高 那什么时候要卖 你要注意哦 今天去追的人那怎么办呢 而是要在 你现在看到的客户趣事 我保证都是发给我会员的 我没有改任何一个字 基本上我不做那样的事情 8月7号 我说买华雅哥一定要在 今天以前买 享受市场来帮你抬交的热序 18块1 基本持股 8月26号 没错吧 你要在今天以前买好嘛 你买好了 你是不是享受市场在帮你抬交呢 是谁呢 法人帮你抬交的热序啊 没错吧 而且市场落后者散户来帮你抬交的 所以呢 当你在今天以前布局布完毕之后 当你今天看到插一档 掌停板的时候 你少来一天你就插了那个10% 你怎么办 你少来一天你就少赚了那个10% 所以呢 今天 你要在低档买好 你要在低档买好啊 没错 我相信很多人喜欢是逢低布局的 他不希望去追高的 很多人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他不希望是他去追的 就算今天很多人看到要涨停赶快去追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明天又修理了 修理基金率最高的人 那怎么办 他就是一个风险 但是你如果在低档买好的话 我相信这个报酬率 你会非常不错 当我们今天 我们在欢喜丰收的时候 我们在欢喜丰收的时候 那 他会涨到哪里 其实我们今天基本上 蛮开心的 我只是讲蛮开心的 当今天喷出去之后 涨上去之后 什么时候该买 他第一个目标去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要看得懂控盘者想些什么 也就是说 来给大家看 我们说的反弹必胜 在下跌过程当中有吃货量 吃货量之后 打完底之后 会领先拉出成本区 那接下来控盘者 会在哪里要做卖出 你知道吗 我的会员都知道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 累积的获利 已经在往上提升之后 现在就等着要找卖点 那个卖点是什么时候 我相信我也不希望你再去追了 而是说 当你看到了 做股票要有一个方法 当今天南亚科 又创了波段新高 他是领先大盘没破底的 大盘在八月底破底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破底领先打出了底部之后 站上了这条月线 那这个叫基线 他今天创了这个 突破了这个高点 创了这以来的波段新高 当然这一阵子在节目上面 我一再的提醒 就算我们是在高档放空的人 我们在低档看到了 机会来了 会反弹的 我绝对会把空单回补 而开始反手的进场 布局强短多的个股 八月十二号 当时还在三十六块 我说底部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的MACD整个都已经背离了 我说这个领先落底 领先打对股票 你要买就买最强的 当时还在三十六块 过了两天 三十六就涨到了四十二零三五 这一个过程当中将近两成了 他大盘不是表现不好吗 他居然能够逆势往上涨 在昨天的过程当中 我跟你讲说 九月一号 我说这是最大的受惠者 整倍了 整倍了 我从量价关系跟你看 是一二三法则 好那今天呢 涨上去了 他真的涨上去了 那什么时候该卖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 我的会员就等待我的讯息 但是相对的 在今天我们在欢喜丰收的时候 你会收到 要买低论 要在今天以前买 今天大家只能来发买进指令 但是我们在发什么 获率续报的这个指令 我相信 那个动作差很多 今天很多人去追 那一个稳健的操盘人 一个稳健的分析师 代会员绝对不用追的 而是在低档买好之后 跟谁一起买好 你要看得懂控盘者 控盘者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失货之后 他会拉出他的成本区 你看得懂 你绝对会在今天以前买好 而不是在今天去买 华尔科也一样 所以今天很多人会讲华尔科 但是呢 是有谁真正告诉你 要发动了 有谁告诉你在低档的时候 大盘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大盘在风声鹤唳的时候 谁会告诉你 赶快去买 它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它也是一个你之前赔掉钱 或这四个月来 股市这样崩了2800点 你想要翻身 想要把赔掉的人赚回来一个机会 但是呢 你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你晚来一天 你就真的差了快10% 相对的 还有什么股票 当这个华尔科 低润的华尔科 耐尔科 喷出具之后 我相信 接下来 还有什么股票呢 会一档一档 轮流呢 你一定要凑过技术分析 看懂控盘者 用同样的模式 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也一样 接下来你要注意这档股票 你看哦 它在跌的过程当中 老哦 这里有出量了哦 在跌的过程中又出量 这是什么量你知道吗 这叫做吃货量 这叫做压低吃货量 好 压低吃货量 就是控盘者主力的压低吃货量之后 它会快速度的拉回 拉出它的成本区 它成本现在在这里 所以现在还在它的成本区 如果拉回来 你要赶快上车哦 它会快速度的 拉出它的成本区哦 所以呢 拉回要赶紧的上车 相对的 它也是一个机会 只要被我点到的股票 未来市场都会 来追逐我们的股票 所以你想知道吗 我认为它是一个 你近期快速 把你赔掉钱赚回来一个机会 如果想跟上了 欢迎跟我们处理 做一个联络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 一把兆 固德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 一把兆 固德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来 小姨 跟她跟我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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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走 走 走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小姨最乖的 跟她跟我过去 不要 不要 为什么 老师说 一定要走斑马线哦 直接穿越 会很危险哦 公司都 公司都 走斑马线 我们穿越马路 要走斑马线 打工去一个人 我不要 哇 哇 到大都会 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浪货 精品家具 一次动物的摆机 大都会 国际家具馆 中文静 现任事实中 今年啊 应该说过年期间 在全市场 只有我一个人 事先告诉你说 这个行情 你要在今年的洋年 要注意会是个洋路湖口 我昨天播给大家看 我当时 所讲的一个证据 相对的 除了当然 除了过年期间之外 我的节目也告诉大家 在大盘啊 即将过万点的时候 在过了前波高点的时候 我说整被迎接穿头破底的 2000点大行情 2000点的大行情 当时啊 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时候 来 当时在4月24号 当时来到9900点 快要到1万 还没到1万哦 这张图卡 当时在4月24号节目说 我请他注意 大跌之前都是上涨的哦 那我跟大家讲说 整被迎接向下2000点的大行情 或许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或许很多人忘记了 那基本上很多事情 我都留下证据 让大家去追踪 所以我特别请了导播 把当时4月24号的节目带 播给大家看 来 导播有请 我必须提醒大家 除非下一周还有更大的量 除非下一周还有更大的量 不然的话 它会不会是最高点 如果不是 没有在更大的量的时候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 你要小心 穿头破低 这个行情 为什么会写这样 聪明的人一定看得懂 我刚跟你讲了 这个点位 会破的话 降下去会怎么样 这真的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这个2000点 或者当时大家不相信 或者当时大家认为说 850会破 真的还假的 我当时就预告了 好 很多事情我们在 事先 我们看得懂控盘者 他拉高 他怎么出货 拉高出嘛 所以他拉高出 你要看得懂啊 这个盘没那么难 只要看得懂控盘者 他在做什么动作 你跟着他 你绝对是赢家 所以当时呢 我会跟你讲说 5月5号 在历史高档区 90008附近 我说 你要放空 这个时候放空 绝对基本上 胜率会非常大 当时我推了一个方案 现在市场都在讲 叫什么 财富重分配计划 什么叫财富重分配计划 就是向下放空 向下放空 你看 上半年这一整年 应该说 过了七八个月 你看 是不是真的 跌了2800点 当然了 在高档懂得空的人 绝对在低档的时候 来的时候 绝对会懂得 补空单 甚至反手进去 强得很多 在8月24号 当大家看到 跌了9.58 创了证券史上 新记录的时候 我说基本上 你要懂得 高档拉高出货的意义 跟低档压低 进货爆量的意义 当时的低档到的时候 我绝对 不会叫你杀低 甚至要进去买股票 那我相对的 我们在高档放空 避开风险之后 避开这2800点 相对的 在低档 你也看到这波反弹 很多人会说 那财富从分贝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1月22号 其实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 放空联发科了 甚至是除夕后 7月25号 放空联发科了 所以呢 你看到了联发科的爆跌 这就是我们的证明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代表作 你看到了 从这个位置上 跌到这个位置上 跌了269块 跌了54% 你会说 你会说 早知道 真的早知道 千金难买早知道 大家都会讲 但是药房不卖后悔药 因为后悔没有特效药 所以基本上 你要看得懂控盘者 当你看得懂的时候 相对的 每一档股票 你就知道 在高档怎么放空 你要记住 现在基本上 在高档懂得空的人 他才有资格 在接下来行情里面 带你去级避凶 就像当时 金豪科4月1号 这是我们当时放空的证据 这一路来 7月2号 39块 7月7号 很多人说 真的可以空吗 真的会赚钱吗 从这里 跌到21块 他跌掉了28块 跌了57% 你觉得放空 你会想说 真的 上半年这四个月 在高档放空的人 真的赚很大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往往 通常都是事后看到了 你才觉得 对对对 早知道 早知道 我就跟你来放空 甚至是 再来再给你一档 我们的代表作 在6月 TPK 193块 当时你会说可以空吗 6月29号 我想说很多人敢空吗 182 好 结果呢 你看好了 有TPK的人 你看 他跌了127块 跌到66% 跌掉60% 来到这个位置上面 你会想 真的呢 真的呢 上半年放空 真的是 真的赚很大 真的可以赚钱 但是买股票 真的是一路赔钱 赔那么多 你会说 很多人懊恼 在浩子里面 在股市里面 这阵子买股票 应该说 这4月到8月 哇 赔惨了 真的是赔惨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 你在股市里面 你要透过什么 技术分析 看得懂 控盘者的内容跟结构 他在想些什么 他的方向在哪里 不然 你看不懂 你永远是被人家财富重分配的 什么叫财富重分配 就是你的钱被人家赚走了 当然大家不希望 当然大家不愿意看到说 我的钱被人家赚走了 但是很现实 股市真的很现实 永远赢家就值得拿少数的 当我们在做空的时候 是一条很孤独的路 当我们在放空的时候 是一条很孤独的路 但是永远市场不认同的 唯有到 8月初 7月底的时候 看到暴跌的时候 大家认同了认同了 才要去空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会空也要懂得 因为基本上 会有一个逃命波 那逃命波也让你看到了 反弹上来了 而且还在持续进行 但接下来你要注意说 控盘者什么时候要卖 很多人会问 A波的高点在哪里 有人在做指数的 A波高点在哪里 什么时候该空了 那现在还会谈到哪里 那个高点就在我传证稿头写好了 我的会员我也交代清楚了 我都很清楚知道高点在哪里 只是说你要怎么看得出来 这是一门学问 在股市里面的一门学问 你除了技术分析学好 真的你不会被修理 这一阵子来 你被外资修理来修理去 你被控盘者修理来修理去 你赔了多少钱 并没有很难 只是你懂不懂而已 这是我的操盘工具 里面隐含了很大的一个深奥的精髓 空头市场有三个卖点 一个买点 你要掌握这三个卖点跟一个买点 其实你在股市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何时该卖 控盘者什么时候会卖 A波高点在哪里 或许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刚你也看到了 全市场唯有我 领先市场放空 我第一个喊空的 甚至是有人把我冠上空头总司令 但是你想想看 或许一个完全掌握 行情的变动的时候 完全掌握今年盘势变化的人 在过年有谁跟你讲说 今年会跌到青年点 如果你知道 你绝对会做好准备 上半点就会不会失去理智 而只是全部卖股票 就算你不放空 也是要先卖吧 跌下来的 差价差多少钱 所以一个完全掌握今年盘势的人 他可以接下来帮你 面对接下来行情 我相信我有这个本事 或许 一个在高档懂得卖 懂得空 在低档懂个补 懂得买的人 可以帮你把之前 赔掉的钱赚回来 你要怎么做 接下来黄金策略 调整持股 因为每一档股票的 反弹空间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调整持股 那如果不会谈的 你就换到强势的股票去 就像你先看到华尔科低润 那下一档是谁呢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会谈 你就换到我选的股票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欢迎你跟我们线上助理 做一个联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罪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看核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获利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证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证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月日月仪 when we try to understand why we feel it once again you just cry upon my hand like a child Anime 活动 and 活动 when we say we got a land you understand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It's gonna be a good day Just wait and see For you and m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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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be so happy Happy It's gonna be a good good day 台北人好好玩 2805 9898 行前需注意气象 天气稳定才能登山 Go 小胖快点 大家等等小胖 队伍别拉太长 小胖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好